来 聪天小熊猫 感谢任墨与吴的朋友 主播你好 我其实就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最近遇到两个事找我咨询 就是说40岁左右 然后因为在外企 然后的话就是在国内的话 就是现在外企财的比较厉害 所以就要去美国总部 然后再升个职 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就是 当然就是比如说老公或者老婆过去 是这个到总部去了之后的话 就是短期之内几年之内有一个好的发展 但是那个就是配偶跟着过去了之后就有点懵 就不知道能干啥 聪外卖 哦 那我说实话你还得收高厢了 嗯 其实我就想听你后面的这个 就是实际情况是啥样 恭喜人末语读生29级啊 不是后面情况的问题 首先你 不是实际情况 实际 实际情况 就是比如说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就是最近可能 这个一两年可能就是 就是到国外去的这种比较多 就是我说因为工作原因就是一直在外企 然后待着配偶 每一年因为工作调度出国的人都很多 实话实说 就是不管什么什么时刻 就是自从我们跟这个跟这个这贸易打开了 跟世界接轨了以后 每一年出国工作的包括回来 其实都很多 我们以一个正常心态去看待这件事 配偶去了以后是非常尴尬的 一直都是无论男的去 女的去 他配偶去了都非常尴尬 这个老熊是这样 就是这个配偶呢 说出来跟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个家属 这个其实段位也差不多 就比如说这个国内就是在阿里云 然后的话就是那到到那边 你段位差不多 你没人认可你的 你除非是受邀工作签过去的 你在本地你提出 我国内是啥啥 你最好你不提还好 你一提反而反而你有可能还 有可能还让人觉得你别 别管提国内 你都在国外就是找工作有现场这样 别跟我提国内多多多明白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就是务实一点 然后的话就是什么领营啊什么 就是正常投能干啥就干啥 这个对吧 接受这个正常市场固执 那你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东西这里面 首先第一点你冲什么去的 咱们去考虑吧 就比如说你说这个假设 比如说男的女的吧 女的那个外派开到外面去 两口子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罢 那总不能分开吧 对不对 因为这事搞不好一两三五年 那一起去 另一半跟着一起去了 男的跟着去了 去了以后呢 公司认可的是这个女的 跟着男的 在哪那个国内工作还可能还不错 首先你到国外了以后 你没有这种认可的公司 要求你这个外派上国外 那你这个你上国外了以后 你就要重新找工作 这个找工作是直接调个档次 甚至调五个档次 调六个档次 或者直接调最低 为什么 你到我另外一半就是属于这个男的 到国外 狗屁不是 甚至你合法身份 我说完了 你还得先等你这 你还得先花一只 拿着合法身份了 就是说拿着公卡号了 完了你再去申请啊 什么这东西 然后你挣不来啥钱 这是关键 就是这种落差 这个人能不能接受 对吧 我多拆一句就是应该就是都是L1 L1那个钱 L1 L1那你那个配偶 配偶那是你是那个就是那个啥 那个家属那是 对对 家属理论上来讲 你有你要媳妇一个人挣的钱够 你去研究点买卖行 比如说我说我说这么说 你国内找点源头工厂啊 做啥的 对吧 搭个搭个点资源 到国外去了以后 就留意这方面资源 哎什么样的 你看自己有没有容身之地呢 有没有用户之地 做点小买卖 到那打工这个东西 你说实话这个落差太大了 接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了 就是我最近遇到这一个就是这个 我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隔壁的邻居 就是跟我门对门的这个邻居 他家就是这情况 我亲戚 然后他家也是这情况 一模一样的情况 然后两家呢都是L1 然后呢就是另一半 就可可纠结 就觉得 那我去呢就是 他就找我们 因为我我做贸易 但是主要做进口 然后就说 那你看我去 比如说咱去美国 导弄点啥东西回来 我说 导弄点啥东西回来 你说那个 你导弄点 要不高精尖 那个军事科技回来也行 但是你这个 要能逃脱这个 别说军事科技了 大学军事科技 学都不让你学 你还想导弄回来 所以别跟着做梦了 对你刚刚跟我说这点很重要 现在都是东西往出出 现在没有信息差 那个时代信息差 是从国外去弄点东西回来的 都是从国内弄东西出去 对毕竟咱是制造业 还是有成本优势 对啊 你成本优势 然后尤其是供应链 很多这个 很多所谓做电商的 都到最后 是货源也没有 渠道也不多 把着那么两家 只是做一个中间联系人 把着那么两家 中间对口 就挣这个对方钱的 哑哗多少人啊 对不对 是 这种人还出不去呢 你出去真碰上两个 你自己去研究研究 有的是能做的 好吧 所以其实就是 就是在这块来讲 的话就是隔美国的话 就是机会跟空间 还是有的 对吧 那不好说 华人呢 喜欢什么呢 好听的喜欢抱团取暖 说不好听的呢 说实话就是这个 最好就是直接 这个投一点 你给我点 不是 说不好听的呢 就是你能行我也能行 你能干我也能干 你挣一块 我挣九毛 你挣九毛 我挣八毛 你八毛我不要钱 我当网红 我挣流量 我挣热气球而已 你不能让 你不能让别人看着 你跟你挣啥钱 因为你的门槛太低 你的门槛低的 你的门槛低到 低到别人一看就能看 明白你是什么 你前面那五十个字 说实话 这个总结的 这个特别清晰简单 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 是这个就是 另外就是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就是延伸出来 一个问题 都要带小朋友过去 从那个 那个就是 小学 相当于国内小学一年级 那感谢乱世青凡的 这些球啊 然后的话就是 就是能给点 就是notice嘛 就提示嘛 就这种情况来讲 带孩子去上学 就是就是这个 多大了孩子 跟我 就是正好去那边入学 就是小学一年级 因为在国内 前面都是 你不论想干啥了 你没有时间 夫妻小小学一年级 小孩夫妻肯定有一方 那是在家看孩子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这个 就比如说这个 小孩都会担心这个 就是去那边融入啊什么就是这种 这个文化差业之类的 就是有点差 一年级还好 一点点建议吧 一年级还好 就是岁数小真的还好 小孩还都 还都挺天真挺不错 实话实说 这个不吹不黑的 还好 到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就是小圈子会尤为明显 就是你融入不了某些圈 某些圈也融入不了你 才会开始就是各玩各的圈 小学一年级 包括幼儿园是真的还好 跟老外孩子一起玩什么 没什么问题 就甚至很多 我身边家长都会 他们班 那什么白人老美家小孩 墨西哥小孩 玩都挺好 小学确实还可以 但是吧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夫妻有异方 基本上不用想离开家 甚至就是说 你说我联系点买卖 包括今天抽两小时 去跟人开会 你这时间都不一定有 明白 因为你刚刚说这个 就是因为我工作原因 其实出去也比较多 但是对这块来讲的话 就是看过 就是看过 但是不太清楚 因为你这个叫什么 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我觉得就比较全面了 那你刚刚这个 就是给我的这个 就是回复来讲的话 就是我认为 就是也是 怎么说 一个特别重要的支撑 因为你这个很多 这个情况 你自己演讲 我这么告诉你吧 能挣得多的城市开销也大嘛 对不对 基本上一家三口 孩子想 如果还想把孩子拉过去培养 一个月照一万刀开销去准备 少少一千块钱 你生活档次都得就是 这是属于紧紧巴巴 少两千就捉襟见肘 明白就是这个预算 就是在一万刀到一万五千刀 能过一个相对 啥也不缺了 他这个劳动比较少的这种日子 对 不至于这个天天扯淡 对吧 对 还行 好 感谢 感谢老兄 那没问题 非常感谢 一万刀租房子 租房子在洛杉矶 然后孩子上点客外班 家里面该开销开销 该吃吃该喝喝 别捉襟见肘 别紧紧巴巴 现在是基本消费 基本消费 你俩人正正儿八卷工作 如果是那种外派工作 外派工作给的一般都不会特别高的 知道吧 就是如果俩人正 到手 到一万刀 那就是月光足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你全家一千五哥们 就是在美国过生活的话 咱不用比下限 咱说讲师还能分逼不花呢 对吧 你不得 你去了不是奔着不当人去的 你去了 起码是在那时候保持通灯水平吧 对不对 你孩子不能去吃手船吧 我可 我说这一万刀可真不包含 说是你 你今儿买一个巴黎世家名 什么的 你可真不包含那个 说今儿出去吃顿饭 明儿出去吃顿饭 有社交券子 真不包含基础开销 好吧 好